这是我一个开甜品店的朋友 教我做的巧克力脆皮年糕 在他店里一小片就要卖到10元 今天就用30秒 把他的制作方法分享给你们 他外面这层皮子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又是软软糯糯的 很好吃 废话不多说 上教程 先在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再加入50克别糖 40克玉米油和300毫升牛奶 给他们搅到完全融合在一起之后 再加入300克糯米粉 5克泡打粉 还有20克可可粉 然后继续给他们搅到 完全融合在一起就OK 往里面垫一张油纸 先倒入一大半面糊 中间放上一些巧克力 再把剩下的面糊倒上来 表面撒满可可豆 放进烤箱 没有烤箱用空气炸锅也行 上下火180度 烤它个40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切成小块 就可以开始炫它 我建议大家先锁定这个方法 马上快过年了 等到时候放假回家 可以试一下